大家好,我是Dane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韩国排球女生的最新后续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马上来看看 首先很多网友们都认为 无期限竞赛 其实是非常没有意义的处分 因为无期限的意思反过来想就是 随时都有可能回来的意思 实际上在2020年 因暴力事件受到无期限竞赛处分的 韩国棒球选手 在10个月后就重新复出 而去年因为对未成年学生 做了不好的事情 而被无期限竞赛的棒球选手 只是在风波过去的一个月之后 球队就解除了禁止出赛的处分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不要什么无期限的在搞笑 对起码要结束选手生命吧 无期限不就表示 明天后天也有可能会解开吗 有感到罪恶感的话 会在上传道歉文后马上取关队长吗 我们不是傻瓜 什么无期限 答案是退出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 韩国排球联盟的傻眼回应 在韩国排球协会公开声明 对这对姐妹信息 国家代表资格无期限淘汰处分的第二天 韩国排球联盟的秘书长对媒体表示 透过这次事件 以后会在选拔新人选手的时候 与选手签下关于校园确认书 适用于一大洋一家洋选手身上 秘书长回答 两个选手已经收到所属球队 无期限停止出赛 以及排球协会的国队资格淘汰的处分 我觉得这样已经是接受了充分的处分 在收到国队资格无期限淘汰处分的第二天 排球联盟秘书长就表示 觉得是收到了充分的处分 充分的处分 你的子女遭到那种事也能这么说 有脑袋的话就去思考一下吧 啊对你们是没脑袋 充分的处分 为什么你们要判断充不充分呢 到底做了什么 现在能说是充分的处分 受害者有原谅吗 那个正常的处分都没给 还说什么狗话 是吧 在上次的影片中 我没有详细的说明 两姐妹到底做了什么样的 那是因为内容太过分 我怕 反正就是连刀都拿出来了 当时受害的中学同学们 会有多害怕呢 不过现在也有少数的粉丝们表示 国家代表资格都取消了 还要求永久出名的话 会不会太过分呢 所以对于 一大洋一家洋姐妹选手的处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脸蛋要向身材道歉的女爱豆 也希望大家能留言推荐 其他还有哪些 脸蛋要向身材道歉的女爱豆们 160多的身高 但是身材比率非常好 比起身高 身材比率非常好 骨盘腰线很漂亮 170多的身高 腿很长 股盘腰线非常漂亮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Tanku的私心影片 在昨天播放的谈谈谈谈谈中 成员全国打网球失误的时候 哥哥们的反应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全部可爱 委屈的话你也以往人家出生啊 哦了老天们 今天的视频就这样 咱们明儿个再见 走了 真的走了